欸欸欸 自己运起来了 我什么都没动啊 然后接下来我看看啊 向前推动就 不不不不 你前后 前 往后 往左 往右 我怎么好奇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 我决定 好了 通吧 往前走 往前走 再往前一点 别停 再走一点 好好好 对就这个位置 小绿毛巾这个位置 好 OK 这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首先感谢牛马杂货铺 送来这个玩具 让我拆给大家看 先看一下外观 看一下外观 很像一个摩托车 看一下前面 这个避震 它还真就是个避震 看后边 独立悬挂 这货做的还真是像模像样啊 开关 充电 接口 偏车 然后看一下它的机械细节啊 里边看到没有 有个白色的齿轮 白色的齿轮 可以控制前轮的左右 后轮 可以旋转 电击带动 最有智慧的是这个 后轮上的这种横向旋转的轮 这个很关键 很关键 所以说三个旋转的地方 叫这哥们能保持平衡 给你们演示一下怎么玩啊 首先开机 开机 打开遥控 对码 传统对码方式 上 下 灯长亮 然后 这货就可以自己竖到这了 而且还有一种竖法 它可以 别走 有点不听话 它一直在找平衡 一直在找平衡 所以说它 它乱动 然后看一下 主要看一下 它在这种竖的情况下 它这个齿轮工作细节 你看它这个后轮 在不停的调整 前面这个齿轮 从这看 里面白色齿轮并没有动 前面齿轮应该是 只负责转向这块 主要是后面这个齿轮 左右 然后再把它竖起来 这个时候 你再看 这个后面齿轮 不仅是纵向轮转了 它大轮也是在前后转 这个时候 它就前后左右 不停的在调整 实际上它就有点这么个意思 就相当于我拿个螺丝刀 然后我 我这样一不停的调 我手指头 不停的调整 左右前后 它也不会倒 但是 这个螺丝刀太难了 大概就这意思 明白就好 看一下怎么拆 这个应该很简单 看上面很多螺丝 很多螺丝 骑士 先把手 扎下来 人车分离 然后 掰腿 下来 然后这个骑士 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 你可以给骑士 找个凳子 你看 非常有范 然后看一下骑士的固定方式 这个细节做的也不错 你看 它这个 是个弹簧装置 两边都是 而且你看 它这个坐垫的细节 做的也非常好 其实在底下 看不到的这个位置 它完全可以 做一条缝过去 把它集成到两边 这个模具上面 但是它又单独做了一个坐套 先拆偏撑 前挡泥板 做的有模有样 开开开 但是这个电源开关 在盖上集成的 小心翼 小心翼 先总览一下内部的细节 首先是一个中控板 而且上面都是拔叉设计 不是这种各种粘 前面 前面有小电机 独立悬挂部分 剪震 做垫 这个东西 油箱 油箱 后尾灯 油箱里面是个电池 看一下 1200毫安时 18500 很年轻很年轻 四月份生产的 你看这个避震器的接口 还象征性的 加了点油 两个螺丝 这边有个十字螺丝 这边有个内六角 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设计的非常巧妙 这边有个小白色齿轮 这边有一个 当白色齿轮转动的时候 横向轮也会转动 可以理解吧 但是当这个白色小齿轮 向左转动的时候 这个也向左转动 理论上正常情况下 它该向右转动 我们传统的轴 向右转动 也就是说 它俩是相反的 然后这两个电机 同时给它一个 向前的力的时候 中间这个轮不会转 可以想象吗 当两个轮 同时给向前的力 同时两边的轮有转速差 中间轮就会转 如果两边轮不停的 它在调整转速差 这个轮就在不停的转 左右左右左右晃 所以说 它这个原理就是说 两个电机同时 给它施加向前的力 但是又靠转速差 去控制中间这个轮 所以说它就有了 同时向前走 然后中间轮 又在不停的摆动 这种效果 然后拆开一个这个看看 看一下它这个内部构造电机 一级减速 二级减速 三级减速 三级减速 三级减速上面有个光扇 识别电机的转的角度 然后在最后一个减速 出去 把动力传到这个轮 轮上边 然后把这个轮子打开 看看这里边是什么构造 可以理解它里边的机械结构吧 中间有一个散型的齿轮 同时对面也是这个结构 这边朝左转 对面就朝右转 这边朝右转 对面就朝左转 非常巧妙的一个小设计 而且做工也不错 都是这种尼龙齿轮 前轮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就是一个电机 也没有看到光扇这些电线接口 应该就是个简单的机械转向 一个电机 带着减速齿轮 控制这个左右 看一下电路板上芯片 这个大的是中控 负责整体的程序的架构 这两个应该就是灯光控制的芯片了 声音 这是个声音 逐步分析 这个应该也是灯光 这边是电源 这个位置看 还有一块横着的小板子 这上面有个芯片 但是非常小 看不到看不到 这个要是没什么意外的话 应该是个陀螺仪芯片 这边还有个小的 这个应该和无线有关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 陀螺仪的芯片 它感知状态 然后再不停的调整状态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顺便看一下模具的内部做工 也还好吧 OK 原版原漆 原装进口 整车下跪 感谢牛马杂货铺 经脖子 练乱 舍货铺 效激 心